小桌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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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包蛋好漂亮 可是看起來好難耶 可以教我嗎 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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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喔 真的很難耶 沒關係我教你 你們很簡單 你們好不好 走 歡迎收看小桌子 這是我最愛媛 那今天呢 其實我會教蛋 還一個很簡單 真的超簡單 非常簡單 就蛋包 好 首先呢 我們今天準備三顆蛋 牛奶 起司 這啤啾啾啾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它當作煎好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讓蛋包很熱很香 那我覺得其實炒飯說真的要好炒呢 就是 其實技巧很多 但我覺得今天呢 我有帶一個好工具來幫我們 就是這個鍋裡 炒飯的時候其實它很重要就是我們要一直去翻炒它 讓那個飯可以均勻的熟了 那因為今天這個鍋子很深 所以它用完炒飯真的非常適合 我們鍋熱之後呢 先加一些油 再來呢 就是像洋蔥和蒜末 把它炒一下 來 這個鍋子有點夠深 所以因為它用來翻鍋的時候 它體質很好 就嚇到很均勻的效果 下鍋的飯就這樣 脆水 好 這樣子呢 我的飯真的超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飯裝到碗裡面 然後把它倒後就倒進去 首先呢 我們鍋子熱之後 一定只要下一點點的水 把它轉最小鍋 然後把它倒在裡面 轉好之後呢 就把它蓋上來 我們等它個三分鐘 到時候就把整片蛋 好 那我們再上 切子炒飯上 看就會非常正 正常來講 你會放的起司 基本上不太可能 但因為這鍋子真的太不佔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蛋 鋪到我們的炒飯上就OK了 其實只要選擇工具 用對比例就做出來 嗯 蛋真的很好吃 嗯 蛋的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記得在MD的3點擊粉絲層上 按讚加追蹤 就可以隨時看到我們最幸最有趣的內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